第64届爱美奖颁奖典礼 23号在洛杉矶举行 影集《国土安全》和喜剧《摩登家庭》 称霸剧情类与喜剧类大奖 称为最大赢家 以连续四年获最佳剧情片的广告狂人 被2011年推出的悬疑反恐剧《国土安全》 几下宝座痛失五连胜的机会 连续两年获奖的爆笑剧《摩登家庭》 今年则再次登上最佳喜剧片的宝座 《国土安全》是一出后911的心理惊悚片 在有线电视频道演出一季后 即获得了最佳戏剧奖 同时还捧回最佳编剧奖 达米安 柳易斯和克莱尔邓尼斯 也分别捧回两座最佳演员奖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Damian Lewis 我是一位那些烧烈的美奖 不好意思 我不太相信在认识艺术 但我认为我会出现 只要在认识艺术 结果还好 呃 获使四项提名的摩登家庭 不出意外的第三次捧回最佳喜剧片奖 同时还获得了喜剧类最佳导演 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 共四项大奖 《好汉两个半》是美国CBS电视台的金牌喜剧 主演乔恩·克雷尔也在喜剧演员类别中 出人意料的获奖 在《规则改变》中扮演前副总统参选人 佩林的好莱坞实力女星朱利安·摩尔 以其行神兼配的表演 获得迷你剧及电影最佳女主角奖 哇 哇 爱美奖是最大的电视节目奖 相当于奥斯卡奖 新唐人亚太电视方航编译 平索 补 聚 Pix 氳